第二十三回 天生才是定多匹 均于此图皆可传 陈冠道 又有师叔你老人家和禁忌他们四人出去 和两位女施主动手 让他们折断手足 倘若折得厉害了难以治愈 从此残废岂不可惜 又如两位女施主下手狠辣 竟把你们五位杀了 岂不危险 魏小宝祈祷 为什么又要我们五人去动手 陈冠道 两位女施主所学的招数一定不止这些 失职既不知他们另有什么招数 自然不知拆解了法门 五位若不是送上去挨打是招 如何能够查明 魏小宝哈哈大笑 说道 原来如此 那也有法子的 只要你去跟他们动手 就不会可惜 没有危险了 陈冠脸有蓝色道 出家人不声陈怒 平白无端地去给人家动手 那是大大不妥 魏小宝道 有了 咱二人就出寺走走 倘若两位女施主已然远去 那再好也没有了 这叫做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他们便另有什么招数 咱们也不必理会了 陈冠道 事急 事急 不过失职从来不出四门 一出去便存心生事 利益似乎不善 我佛当年在鹿野院初传法轮 传的是四圣地 八正道 这正义是八正道的一道 魏小宝打断他话头 说道 咱们也不必去远 只在四旁此意走走 最好是遇不着他们 陈冠道 正是 正是 师叔 利心仁善 与人无争无尽 那便是正义了 事直当隐为魔铠 魏小宝按按好笑 挟着他手从侧门走出少林寺来 陈冠连四旁的树林也未见过 眼见一大片轻松 不由的嘖嘖成奇 赞道 这许多松树生在一起 大是奇观 我们薄若堂的庭院之中只有两棵 一人未闭 或是身后一声骄斥 小兔贼在这里 白光闪动 一把钢刀向魏小宝砍江过来 陈冠道 这是五虎断门刀中的猛虎下山 伸手去抓使刀人的手腕 忽然想起 这一招是拈花琴拿手中的手法 未免太难 说道 不行 急忙缩手 使刀的正是那蓝山女郎 她见成冠缩手 柳叶刀急翻 向她腰间横扫 便在这时 绿山女郎也从松林中窜出 挥刀向魏小宝砍去 魏小宝急忙躲到成冠身后 绿山女郎这一刀便砍向成冠左肩 成冠道 这是太极刀的招数 倒不易用简便法子来化解 一句话没说完 二女双刀魁梧 越砍越急 成冠叫道 师叔 不行 不行 两位女施主出招太快 我可来不及想 你快请两位不必兴急 慢慢地砍 蓝山女郎连时狠招 始终砍不着老和尚 几次还险些给她将刀夺去 听她大呼小叫 直到她有意讥讽 大怒之下 砍得更加急了 魏小宝笑道 喂 两位姑娘 我师职请你们不必兴急 慢慢地发招 成冠道 正是 我脑子不大灵活 一时三刻之间可想不出这许多破法 蓝山女郎恨极了魏小宝 几刀砍不中成冠 又挥刀向魏小宝砍来 陈冠伸手挡住 说道 这位女施主 我师叔没学过你这炉刀的破法 险下不必砍他 等他学会之后 拾了敌场之法 那时再砍他不迟 我这些法子委实不行 师叔 你险下不忙记 我这些法子都是不管用的 回头咱们再慢慢琢磨 他口中不停 双手忽抓忽拿 忽点忽打 将二女缠得紧紧的 绿山女郎要去杀魏小宝 却哪里能够 魏小宝眼见已无凶险 笑嘻嘻的医术观战 一双眼不停在绿山女郎脸上 身上 手上 脚上 转来转去 饱餐秀色 乐也无穷 绿山女郎不见尾小宝 直到他已经逃走 回头寻找 见他一双眼正盯住了自己 脸上一红 再也顾不得陈冠 转身举刀向他奔去 拿着陈冠正出尺向他泪下点来 这一纸故意点得甚慢 他远可避开 但一分心要去杀人 累下历时重止 一声音鸣摔倒在地 陈冠盲道 哎哟 对不住 老僧这招笑指难尖 直立使得并不厉害 女施主只需用五虎断门刀中的一招 恶虎拦路 斜刀一封便可挡开了 这一招女施主虽未使过 但那位穿蓝衫的女施主却使过的 老僧心想 女施主一定也会使 哪知道 哎 得罪得罪 蓝衫女郎怒急 肝刀横砍直消 势道淋漓 可是他武功和陈冠相差实在太远 连他僧袍衣角也戴不上半点 陈冠嘴里啰嗦不休 心中只是记忆他的招数 他当场想不出简易破法 只好记明了刀法招数 此后再一招招的细加参详 回家包走到绿山女郎身前 赞道 这样美貌的小美人 普天下也只有你一个了 真是瞧得我魂飞天外 伸出手去在他脸上轻轻摸了一把 那女郎惊怒骄蹦 一口气转不过来 等时晕去 魂小宝一惊倒也不敢再肆意轻薄 站直身子叫道 陈冠失职 你把这位女施主也点倒了 请她把各种招数慢慢说将出来 免伤和气 陈冠迟疑道 这个不大好吧 我小宝道 线下这样动手动脚太不雅观 还是请她口说 较为斯文大方 陈冠喜道 师叔说的是 动手动脚不是正行之道 蓝山女郎知道 只要这老和尚全力示威 自己挡不住她一朝半时 眼下师妹被擒 自己如也落入其手 无人去报训求救 当即向后月开叫道 你们要是伤了我师妹一根毛发 把你们少林寺烧成白地 陈冠一正道 我们怎敢伤了这位女施主 不过要是她自己落下一根头发 难道你也要放火烧丝 蓝山女郎奔出几步 回头骂道 老贼兔油嘴滑舌 小贼兔 他本想说银鞋好色 但这四字不便出口 一顿足 窜入林中 文小宝眼见绿山女郎横卧于地 绿荫上一张白鱼般的娇脸 一双白鱼般的仙手 真似翡翠座上一尊白鱼观音的睡相一般 不由得看吃了 陈冠道 女施主 你师姐走了 你也快快去吧 可别掉了一根头发 你师姐来烧我们寺庙 文小宝心想 良机莫失 这小美人既落入我手 说什么也不能放他走了 何师说道 我佛保佑 承冠师指 我佛要你光大少林武学 维护本派千余年威名 你真是本派的第一大功臣 承冠提到 师叔何出此言 文小宝道 咱们正在烦恼 不知两位女施主 更有什么招数 兴蒙我佛垂怜 派遣两位女施主 光临本寺 让他一一施展 说着 扶身将那女郎抱起 说道 回去吧 承冠愕然不解 只觉此事大大的不对 但错在何处 却又说不上来 过了一会儿才道 师叔 我们请这女施主 入寺 好像不合规矩 微小宝道 什么不合规矩 他经过少林寺没有 方丈和纪律院首座 都说没什么不对 自然是合规矩了 是不是 他问一句 陈冠点一下头 只觉他每一句话 都是无可辩驳 眼见小师叔 脱下身上僧袍 罩在那女郎身上 抱了他从侧门近似 只得跟在后面 脸上一片迷茫 脑中一团混乱 尾小宝心里 却是喷喷大跳 虽然这女郎 自投自足 都被僧袍罩住 没丝毫显露在外 但若给寺中 僧侣见到 总是不免起疑 他温乡软欲 抱个满怀 内心却只有害怕 幸好薄若堂 是在后四僻倾之处 他快步急驱 没创到其他僧人 进堂之时 堂中直是僧 见师叔祖驾到 手座随在其后 都恭恭敬敬地 让在一旁 进了城贯的禅房 那女郎污姿未行 尾小宝将她放在榻上 满手都是冷汗 双掌在腿侧一擦 蓄了口长气 笑道 行了 陈冠问道 咱们请这位 这位女施主住在这里 微笑报道 是啊 她又不是第一次 在本寺住 先前她伤了脖子 不是在东院住过吗 陈冠点头道 是 不过 不过那一次 是为她治伤 性命攸关 不得不从全处置 微笑报道 那容易得很 从血统中 拔出匕首 道 只需狠狠 割她一刀 让她再有性命之忧 就可从全处置了 说着 走到她身前 做事便要割落 陈冠忙道 不不 那 那是不必了 不小宝道 好 我便听你的 除非你不让别人知晓 在她将各种招数掩蔽 咱们悄悄送她出去 否则的话 我只好割伤她了 陈冠道 是 是 我不说便是 只觉这位小师叔 形势着实奇怪 但想她既是 惠子辈的尊长 见识 并比自己高超 听她吩咐 绝无差差 陈冠道 这女施主 脾气刚硬 她说 定要抢了你这 波罗糖的手座来做 我得好好 劝她一劝 陈冠道 她一定要做 失职 让了给她 也就是了 魏小宝一正 没料到 这老和尚 生性淡薄 全无竞争之心 说道 她又不是 本寺的僧侣 抢了波罗糖首座位子 咱们少林寺的脸面 往哪里割去 你若存此心 便是对不起少林派 说着脸色已沉 只把陈冠吓得 连声称是 魏小宝 扳起了脸道 是啦 你且出去 在外面等着 我要劝她了 陈冠 公身答应 走出禅房 带上了门 魏小宝 揭开盖在 那女郎头上的风袍 那女郎 正欲张口呼叫 忽见 一瓶寒光闪闪的匕首 指住了自己鼻子 当时沾大了嘴 不敢叫出声来 魏小宝笑嘻嘻地道 小姑娘 你只要乖乖地听话 我不会伤你一根毫毛 否则的话 我只好割下你的鼻子 放了出四 一个人 少了个鼻子 只不过 闻不到香气臭气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是不是 那女郎惊怒焦急 脸上更无半点血色 魏小宝道 你听不听话 那女郎怒急 逼声道 你快杀了我 魏小宝叹了口气 说道 你这般花容月貌 我怎舍得杀你 不过放你走吧 从此我日夜都会想着你 虽然你害相思病而死不可 那也有伤上天好生之德 那女郎脸上一红 随即又准备苍白 魏小宝道 只有一个法子 我割了你的鼻子 你相貌就不怎么美了 那我就不会害相思病了 那女郎闭上了眼 两粒清澈的泪珠 从长长的睫毛下渗了出来 魏小宝心中一软 安慰道 别哭别哭 只要你乖乖的听话 我宁可割了自己的鼻子 也不割你的鼻子 你叫什么名字 那女郎摇了摇头 眼泪更加流得多了 魏小宝道 原来你名叫摇头猫 这名字可不大好听呢 那女郎睁开眼来 乌夜道 谁叫摇头猫 你才是摇头猫 魏小宝听他答话 心中大乐 笑道 好 我就是摇头猫 那么你叫什么 那女郎怒道 不说 魏小宝道 你不可以说 只好给你起一个名字 叫做 叫做 哑巴猫 那女郎怒道 胡说八道 我又不是哑巴 魏小宝坐在一叠 高高堆起的少林武学典籍之上 架起了二郎腿 轻轻摇晃 欠他虽满脸怒涩 但秀与绝伦动人心魄 笑道 那么你尊姓大名呢 那女郎道 我说过不说 就是不说 胡小宝道 我有话跟你商量 没名没信的 说起来有多别扭 你记不可以说 我只好给你取个名字 呃 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那女郎连声道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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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小宝笑道 有了 你叫做 维门瑶氏 那女郎一震道 古里古怪的 我又不姓维 胡小宝正色道 黄天在上 厚吐在下 我这一生一世 便是上刀山 下油锅 千刀万剐 满门超斩 打逆不道 十恶不赦 难道女昌 厥子厥孙 天打雷劈 满身身上 一天零亿个大金窗 我也非娶你 做老婆不可 那女郎听她一口气的 发下许多毒誓 这听着呆了 忽然听到最后一句话 不由得满脸通红 呸的一声 古小宝道 我姓维 因此你已命中注定 总之是姓维的了 我不知你姓什么 你只是摇头 所以叫你维门摇氏 那女郎闭起了眼睛 怒道 世上从来没有像你这样 胡言乱语的和尚 你是出家人 你娶什么 娶什么 也不怕菩萨降伐 死了 入十八层地域 魏小宝双手合十 扑的一声跪倒 那女郎听到她跪地之声 好奇兴起 睁开眼来 只见她面向窗子 磕了几个头 说道 我佛如来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女皇大帝 四大金刚 阎王叛官 无常小鬼 大家请一起听了 我伟小宝 飞去 这个姑娘为妻不可 就算我死后 打入十八层地狱 把舌头 锯脑袋 万劫不得超生 那也没有什么 我是活着什么也不理 死后什么也不怕 这个老婆 总之是取定了 那女郎见她说的 斩钉铁铁 并无轻浮之态 不像是开玩笑 倒也害怕起来 求道 别说了 别说了 顿了一顿 恨恨得到 你杀了我也好 天天打我也好 总之 我是恨死了你 绝技 绝技不答应的 伟小宝 站起身来道 你答应也好 不答应也好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我今后八十年 是跟你耗上了 就算你变了 一百岁的老太婆 我若不娶你到手 仍然死不瞑目 那女郎恼道 你如此如我 总有一天 叫你死在我手里 我要先杀了你 这才自杀 伟小宝道 你杀我是可以的 不过那是谋杀亲夫 我如做不成你老公 不会就那么死的 说到这句话时 不由得声音发颤 那女郎见她咬牙切齿 额头轻轻抱起 心中害怕起来 又闭上了眼睛 伟小宝向着她走进几步 只觉全身发软 手足颤动 忽然间只想向她跪下膜拜 虔诚哀求 再跨的一步 猴头滴滴叫了一声 视似受伤的野兽丝毫一般 又想就此 饿死了她 那女郎听她怪声 睁开眼来 见她眼露一光 天生叫了起来 伟小宝一正 推后几步 突然坐下 心想 在皇宫之中 我曾叫方姑娘和小郡主 做我大小老婆 那时嘻嘻哈哈 何等轻松自在 想搂抱便搂抱 要亲嘴便亲嘴 这小妞明明给老和尚 点中了血刀 动弹不得 怎的我 连摸一摸她的手 也是不敢 眼见她美丽的鲜手 从僧袍下露了出来 只想去轻轻握上一握 便是没这股勇气 忍不住骂道 辣块妈妈 那女郎不懂 凝视着她 伟小宝脸已红道 我骂自己胆小 不中用 可不是骂你 那女郎道 你这般无法无天 还说胆小呢 你倘若胆小 可真要谢天谢地了 一听此言 伟小宝豪气顿声 战起身来说道 好 我要无法无天了 我要剥光你的衣衫 那女郎大惊 险些就晕了过去 伟小宝走到她身前 见她目光中 充满了怨度之意 心道 算了 算了 我伟小宝 使乌龟儿子王八蛋 向你投降 不敢动手 柔声道 我生来怕老婆 帮你走吧 那女郎 惊惧普遣 怒气又生 说道 你 你跟她镇上 跟那些 那些坏女人 胡说什么 是我师姐和我 是 是你 什么的 要捉你回去 你 你这恶人 伟小宝 哈哈大笑道 那些坏女人 懂得什么 将来我娶你为妻之后 天下一千所堂子中的十万个婊子 排队站在我面前 伟小宝 眼角 也不嫖他们一嫖 从朝到晚 从晚到朝 一天十二个时辰 只瞧着我亲亲好老婆一个 那女郎急道 你再叫我一声 老老什么的 我永远不跟你说话 伟小宝大喜 忙道 好好 我不叫 我只心里叫 那女郎道 心里也不许叫 伟小宝 微笑道 我心里偷偷的叫 你也不会知道 那女郎道 哼 我怎会不知 想你脸上神气 古里古怪 你心里就在叫了 伟小宝道 妈妈一生下我 我脸上的神气 就这样古里古怪了 多半因为 我一出娘胎 就知道将来 要娶你为妻 那女郎 闭上眼 不再理她 伟小宝道 喂 我又没叫你做老婆 你怎的不理我了 那女郎道 还说没有 当面撒谎 你说娶我为什么的 那就是了 伟小宝笑道 好 这个也不说 我只说将来做了你老公 那女郎怒急 用力闭住眼睛 此后任凭伟小宝 如何东拉西扯 逗她说话 总是不打 伟小宝无法可施 想说 你再不踩我 我要 想你面孔了 可是这句话 到了口边 立即缩住 只觉如此 这位天仙般的美女 实事 亵渎了她 叹道 我只求你一件事 你跟我说了姓名 我就放你出去 那女郎道 你骗人 我小宝道 普天下 我人人都骗 只不骗你一个 这叫做 大丈夫一言祭出 死马难追 小妻子一言不发 活马好追 那女郎怡正问道 什么死马难追 活马好追 我小宝道 这是我们少林派的话 总而言之 我不骗你就是 你想 我一心一意 要让你孙子 叫我做爷爷 今天 倘若骗了你 你儿子 都不肯叫我做爹地 还说 什么孙子 那女郎先不懂她 说什么 孙子爷爷的 一转念间 明白她绕了弯子 又是在说那件事 清清说道 我也不要你放 我受了你这般欺辱 早就不想活了 你快一刀杀了我吧 我学宝 见到她井中 刀痕游心 留下一条红痕 好生歉疚 跪在地上 咚咚咚咚咚 向她重重的 磕了四个响头 说道 是我对姑娘不习 左右开工 在自己脸颊 脸打了十几下 双颊 邓时红肿 说道 姑娘别难过 我小宝 这混账东西 真正该打 站起身来 过去开了房门 说道 喂 老师指 我要解开 这位姑娘的穴道 该用什么法子 陈冠一直站在 禅房门口等候 他内力深厚 为小宝和那女郎的对答 虽微声细语 已无不入耳 只觉这位师叔 劝说女侍主的言语 为师高深莫测 什么老公老婆 孙子爷爷 似乎居于武功无关 小师叔的疾风妙语 太也深奥 自己佛法修为不够 未能领会 后来听到小师叔 跪下磕头 自己面颊 不由得更是感佩 禅宗传法 弟子倘若 不明师尊所传的 威严妙意 师父往往 一棒打去 大喝一声 一棒打人传法 始于唐朝 德山禅师 以大喝 促人醒悟者 始于唐代 道一禅师 当头棒喝的成语 由此而来 成冠心想当年高僧 一棒打人而点化 小师叔 以掌积极 而点化这位女师主 舍己为人 慈悲心肠 更胜天人 正自感佩赞叹 听着他问起解穴之法 盲道 这位女师主被封的是大包穴 乃属 足泰因 匹金 学书替他 在腿上 吉门 血海两处穴道 推穴过宫 即可解开 魏玄宝道 这吉门 血海两穴 却在何处 成冠 撸起衣衫 指给他 看膝盖内侧 穴道所在 让他 事拿无误 又教了 推穴过宫之法 说道 师叔 为其内供 解穴较慢 但 推拿的半个时辰 必可解开 魏玄宝点了点头 关上房门 回到他盘 那女郎 与两人对答 都听见了 惊叫 不要你解穴 不许你碰我身子 魏玄宝寻思 在他 西湾内侧 推拿半个时辰 的确不达对头 我诚心 给他解穴 但他 一定说 我有意轻薄 虽然老公 轻薄老婆 天功地道 可况 良机莫失 吃鸡折斩 不过 小妞 性子狠 我一解开他穴道 只怕他 当即 一头 在墙上撞死 魏玄宝就要 绝子绝孙了 回头 大神问道 男女 瘦瘦不心 咱们出家人 更需讲究 倘若不用推拿 可有什么法子 陈冠道 是 诗书 诗书 持戒 经验 师侄 佩服 之志 不出对方身体 而解穴 是有法子的 绣脚 轻轻易服 或以 医治肠功夫 凌空一指 哎呦 不对 小师叔 为习内功 这些法子 都用不上 但师侄 好好想想 其实 只需他自己 走进房来 绣脚 轻轻易服 或以医治肠功夫 凌空一指 都可立时解开 那女郎的穴道 但师叔 既然问起 自当设法回答 可是 身无内功之人 不用手指推拿 而要解穴 那是何德的男士 就算他想上 一年半载 也未必 想得出什么法子 文学宝 听他两句不答 将帆门 推开一条缝 只见他 仰起了头 呆呆出神 只发就此 三个时辰 不言不动 也不出奇 于是 又带上了门 回过身来 想起当日 在皇宫中 给穆建平解血 从第一流的法子 用到第九流的 在他身上 拿捏打戳 毫无顾忌 他虽是郡主之尊 自己可一点儿 也没瞧在眼里 但对眼前 这无名女郎 却为什么这样 战战兢兢 静若天神 转眼向那女郎 瞧去 只见他秀眉锦簇 神色愁苦 不由得 怜惜之一大起 拿起了 木鱼的锤子 走到他身边 说道 韦小宝前世 欠了你的债 今世天不怕 地不怕 就只怕你小姑娘一人 欠下 我向你投降 我给你解血 可不是存心 占你便宜 说着 揭开僧袍 将木鱼锤子 在他左腿 膝斑内侧 轻轻戳了几下 那女郎 白了他一眼 紧闭小嘴 韦小宝 又戳了几下 问道 觉得怎样 那女郎道 你 你就是会说流氓话 此外 什么也不会 承冠内力深厚 轻轻一指 浸透穴道 微笑把木鱼锤 锁戳之处 虽然不为甚准 但力道不足 解不开 被封的穴道 他听那女郎 出言讽刺 怒气不可抑制 挺木鱼锤 重重戳了几下 那女郎 啊了一声 木鱼锤一惊 问道 疼吗 那女郎怒道 窝窝窝窝 木鱼锤又去戳他 右腿洗完 下手却轻了 戳他树下 那女郎身子 微微一颤 木鱼锤 喜道 成了 少林派本来只有 七十二门绝技 打从今天起 共有七十三门了 这一项新绝技 是高僧 慧名禅师首创 叫做 叫做 木鱼锤 解血神功 嘿嘿 这么子得意 突然腰眼间一痛 呆了一呆 那女郎背身坐起 伸手抢过他匕首 一剑直插入他胸中 木鱼锤叫道 哎呀 谋杀金夫 一跤坐刀 那女郎 抢过放在一旁的柳叶刀 拉开房门 提膀外窜去 成冠伸手拦住 惊道 女施主 你 杀 杀了我施叔 那 那女郎 左手柳叶刀 交与右手 刷刷刷连皮三刀 成冠 袍袖浮出 那女郎 双嘴酸麻 摔倒在地 成冠 抢到 五小宝身边 右手 中指连弹 封了他伤口 周围穴道 说道 阿弥陀佛 我佛慈悲 三根手指 抓住 匕首之柄 轻轻提了出来 伤口中 鲜血 跟着渗出 成冠 见出血不多 忙解开他衣衫 见伤口约有 半寸来身 口子也不甚大 又念了几声 阿弥陀佛 火小宝身穿 护身宝衣 若不是匕首 锋利无匹 本来丝毫 伤他不得 匕首 虽然透衣而过 却以无神力道 乳肉甚甜 但他眼见 胸口流血 伤处又甚疼痛 直到难以活命 难难地道 谋杀亲夫 谋杀亲 亲 那女郎倒在地下 哭道 是我杀了他 老和尚 你快快杀了我 给他 给他敌命便了 陈冠道 嗨 我师叔 点话于你 女施主 执迷不悟 也就罢了 这般行凶 杀人 未免太过 火小宝道 我 我要死了 谋杀亲 陈冠一正 飞奔出房 取了金创药来 扶上他伤口 说道 师叔 你大慈大悲 点话凶丸 你福报未尽 不会就此原济的 再说 你伤势不重 不打紧的 伟小宝 听他说伤势不重 精神大振 果觉伤口 其实也不如何疼痛 说道 扶尔过来 哎哟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陈冠 弯腰 将耳朵凑到他嘴边 伟小宝 低声道 你解开他穴道 可是不能让他出房 得他全身武艺都施展完了 这才 这才 陈冠道 这才如何 伟小宝道 那时候 那时候才 心想 就算到了那时候 也不能放他 说道 就 就 诈我吩咐 快快 我要死了 死的不能再死了 陈冠 陈冠 听他催得紧迫 虽然 不明其意 还是 回过身来 弹指 解开那女郎 被封的穴道 那女郎眼见 伟小宝 对陈冠 说话之时 鬼鬼祟祟 心想 这小恶僧 鬼祭多端 临死之时 定是安排了 毒气 来整治我 否则干什么 反而放我 当机悦起 但穴道 出解 血情未畅 双腿马软 又急摔倒 陈冠呆呆地 瞧着他 不住念佛 那女郎 惊惧更甚 叫道 快快 御长打死了我 折磨人的 不是英雄好汉 陈冠道 小师叔说 此刻不能放你 当然 也不能害死你 那女郎大惊 对上一红 心想 这小恶僧 说过 他说什么 也要 娶我为妻 否则死不瞑目 莫非 莫非他在断气之前 要 要娶我做 做什么 什么老婆 侧身拾起地下 柳叶刀 猛力 往自己额头砍落 陈冠袍袖浮出 卷住刀锋 左手衣袖 向他脸上扶去 那女郎 但觉进风刮面 只得松手撤刀 向后跃开 成冠衣袖一弹 柳叶刀 鸡舍而上 扑着一声 冰入屋顶梁上 那女郎见他仰头望刀 左足一扁 便从他左侧窜出 成冠伸手阻拦 那女郎右手五指 往他眼中抓去 成冠翻手 拿他右肘 说道 云烟过眼 这是江南蒋家的武功 那女郎飞腿 踢他小腹 成冠 威威弯腰 这一腿便踢了个空 说道 这一招 空谷足音 源出山西静阳 乃是沙陀人的武功 不过沙陀人一定 另有名称 老那 孤陋寡闻 便查不知 女施主 可知道 这一招的原名吗 那女郎 哪来理他 拳打足踢 只戳轴创 招数 层出不穷 成冠一一便人 只是他出招甚快 已来不及口说了 只得随手拆解 一一记在心中 那女郎 连出数十招 都被他毫不费力的破解 眼见难以脱身 黄疾之下 一口气转不过来 晃了几晃 晕倒在地 成冠叹道 女施主 贪多勿得 学了各文各派的精鸟招数 身上却无内力 久战自然不济 一老那之见 还是从头再练内功 方式正途 此刻打得脱了力 倘若救醒了你 势必再斗 不免要受内伤 还是躺着多休息一会儿 女施主 以为如何 不过千万不可误会 以为老那袖手旁观 任你晕倒 置之不理 哎呀 老那糊里糊涂 你早已昏晕 自然听不到我说话 却还在说个不休 走到踏边 一搭尾小宝的脉搏 但觉平稳后时 绝无险象 说道 师叔不用担心 你这伤一点不要紧的 尾小宝笑道 这小姑娘所使的招数 你都记得吗 陈冠道 倒也记得 只是要以解明一席的手法对付 却是大大的不义 尾小宝道 只需记住 他的招数就是 至于如何对付 慢慢在想 不识 陈冠道 是是 师叔指点的是 尾小宝道 等他拳脚功夫 使完之后 再让他使刀 记住了招数 陈冠道 对 兵人上的招数 也要记得 只不过 有一件事为难 他的柳叶刀 已钉在梁上了 只怕他 跳不到那么高 拿不到 尾小宝问道 你呢 你能跳上去 取下来吗 陈冠一正 哈哈大笑 道 师侄 真是糊涂之急 他这么一笑 正是 将那女郎惊醒 他双手一撑 跳起身来 向门口冲去 陈冠左右斜幅 向那女郎 侧身推去 那女郎 一个亮相 撞向墙壁 陈冠右袖 跟着浮出 挡在墙前 将他身子轻轻一脱 那女郎 正是站稳 他一正之际 知道自己武功 和这老僧 相差 实在太远 继续争斗 突然受他捉弄 当即退了两步 坐在椅中 陈冠提到 咦 你不打了 那女郎气到 打不过你 还打什么 陈冠道 你不出手 我怎知你会些什么招数 只能想法子 来破你的武功 你快快动手吧 那女郎心想 好啊 原来你又我动手 是要明白我武功家术 我偏不让你知道 突然间 借起身来 双拳直上直下 狂挥乱打 两脚乱踢 一般的不成章法 陈冠大齐叫道 咦 啊 古怪 稀奇 哎呦 不懂 奇哉 怪也 但见他每一招 都是见所未见 偶尔有数招 与某些门派中的 招式相似 却也是小同大义 是是而非 意识之间 头脑中混乱不堪 只觉数十年 勤修苦习的武学 突然全都变了样子 一切奉为天经地义 荆轲玉律的规则 下世间竞数破坏无遗 他哪知道 纳尼郎所使的 根本不是什么武功招式 只是乱打乱踢 他知道 不论自己如何出手 这老僧绝技不会加害 最多 也不过给他 点中了穴道 躺在地上 动弹不得而已 他若要制住自己 远不过举手之劳 纵然自己使出 最精妙的武功 结果也无分别 不如就此乱打乱踢 你要查知我武功的招数 我偏偏叫你查不到 成冠熟知天下 各门各派的武功 竟想不到世上 竟有成千成万 全然没学过武功之人 打起架来 初拳便打 八足便踢 懂什么拳法脚法 招数正悟 但见弹女郎各种奇招怪事 源源不绝 无一不是生平 从所未见 向所未闻 不由得恍然失措 他毕生长于少林寺中 自梯度以来 从未出过四门一步 少林寺有人施展拳脚 自然每一招都有根有据 有人讲到各派武功 自然皆是精妙独到之招 这些小孩子的胡打乱踢 人人都见得多了 偏偏就是这位少林寺 伯若唐首作 武学渊博的成冠大师 从来没见过 也从来没听人说过 他在看着十一招 不由的目瞪口呆 连奇灾怪也的感叹之词 也说不出口了 眼前种种招式纷至踏来 这似乎是武当长拳的盗棋龙 可是收拾不对 难道是从空洞派 云起龙香这招中画出来 咦 这一脚踢得更加怪了 这样直踢出去 给人随手一拿 便抓住了足踝 但武学知道 大小不能胜智拙 其中毕竟藏有 极厉害的后招变化 啊 这一招他双手抓来 要抓我头发 可是我明明没有头发 那么这是虚招了 武术讲究虚中有识 始终有虚 为什么要抓和尚头发 其中深意不可不细加参详 那女郎出手越乱 陈冠越感迷惘 渐渐由不解而起敬佩 由敬佩而生畏惧 文学宝眼见那女郎 胡乱出手 陈冠却一本正经的 凝神钻眼 忍不住哈的一声笑了出来 这一笑牵动伤处 甚至疼痛 只是咬牙忍住 一时又痛又好笑 难当之急 成冠正字黄阔失措 忽然听到伟小宝发笑 当时面红过耳心道 师叔笑我不识得 这女施主的奇妙招数 只怕要请她来当 伯尔堂的首座 一回神 见她神色痛苦 更敢欠着 师叔心闭人后 要我将首座之位 让了给这位女施主 这话一时 却说不出口 但见那女郎 拳脚越来越乱 心想 古人说道 武功报了决意 那便灵阳挂脚 无迹可寻 听说前朝 有位孤独求败大侠 又有位令狐冲大侠 以无招胜有招 当事无敌 难道 难道 她只需上前一试 随便一拳一脚 便能把那女郎打倒 只是武学大师出手 必先看明对方招数 谋定后动 既对那女郎的乱打乱踢 全人不识 便如 前虎初见驢子 惶恐无疑 那女郎 那女郎却也不敢向她攻击 一个乱打乱踢 愤怒难以 一个心惊胆战 胡思乱想 那女郎乱打良久 手足酸软 想到终究难以脱困 心中一阵气苦 忽然一晃身子 坐到在地 陈冠大吃一惊 心道 故老相传 武功练道 极高境界 坐在地下 即可摇摇出手伤人 只怕只怕 脑中北矣 一片混乱 黄疾之下 热血上冲 等时晕了过去 慢慢坐倒 那女郎又惊又喜 生怕她二人安排下 什么毒辣诡计 不敢上前去杀着老少二僧 起身遍际 冲出禅房 伯若唐众僧 忽见一个少女 向外急奔 都是惊诧不已 为得尊长号令 谁也不敢上前阻拦 魏小宝握在榻上 也只有干瞪眼的份 过了两久 陈冠才悠悠行转 满脸羞残 说道 师叔 我 我实在愧对本次的 列祖列宗 魏小宝苦笑道 你到底想到哪里去了 陈冠道 这位女侍主武功精妙 失之一招 也拾她不得 孤陋寡闻 实在惭愧之至 用心记忆 那女郎的招式 可是她招数变幻无方 全无脉络可循 却哪里记得住了 她摇摇晃晃的 站起身来 手扶墙壁 又欲晕倒 魏小宝笑道 你 你说她这样乱打一气 也是精妙武功 哈哈 这 这可笑 这可笑 笑死我了 承冠奇道 师叔 说这 这是乱打一气 不 不是精妙武功 魏小宝 按住伤口 竭力忍笑 额头汗珠 一粒粒 甚将出来 不住咳嗽 笑道 这是天下 每个小孩 小孩都 都会的 哈哈 哎呦 笑死我了 承冠嘘了一口气 心下污渍 将信将疑 脸上 却有了笑容 说道 师叔 当真这是乱打一气 怎得我 从来没见过 魏小宝笑道 少林寺中 自然从来 没这一段功夫 承冠抬头想了半天 一拍大腿道 是了 这位女施主 这些拳脚 虽然奇特 其实极易破解 只需用 少林长拳 最粗浅的招式 便可取胜 只是 这只失职 心想天下 绝无如此容易之事 大巧若拙 大之若愚 两甲 身藏若虚 外表看来 极潜意的招式之中 竟然隐服有 高深武学精益 难道这些拳脚 真的并无高深之处 这道奇了 这位女施主 为什么要在这里施展 那些招式似乎 不登大雅之堂 那岂不是 一笑方家吗 魏小宝笑道 我看也没什么奇怪 他使不出什么新招了 就只好胡乱出手 哎 忍不住又大笑起来 魏小宝所受刀伤甚轻 少林寺中的金疮药 又急剧灵效 两夕的十多天 也就好了 他是当今皇帝的替身 在寺中地位尊崇 谁也不敢问他的事 此事既非众所周知 只要他自己不说 旁人也就不知 他养伤之时 承冠将两个女郎 所施的各种招式 一一露鸣 想出了破解法子 一等魏小宝商欲 便一朝一世地传他 承冠所交虽杂 但大致以拈花琴拿手为主 拈花琴拿手 是少林派的高深武学 纯以身后内力为基 出手平淡冲雅 不达丝毫霸气 禅宗历代相传 当年释迦牟尼 在灵山会上 手拈金色波罗花示众 种坚默然不解其意 独有家业尊者 颇言微笑 佛祖说道 我有正法掩藏 涅槃妙心 十相无相 微妙法门 不理文字 教外别传 父主摩科家业 摩科家业是佛祖的 十大弟子之一 称为头驼第一 禅宗奉之为初祖 少林寺属于禅宗 注重心悟 向佛祖念华家业微笑 不着一言 妙无于心 那是何等超妙的境界 后人以念华两字 为这路秦拿手之名 自然每一招都是 自是高雅 和寻常秦拿手的 扳手攀腿 大意气去 只是伟小宝 全无内力根基 以如此斯文雅致的手法 拿到了高手身上 只要被对方轻轻一挥 势必摔出几个筋斗 跌得鼻青目肿 不免嚎啕大哭 微笑云云 那是全然说不上了 幸而这两个女郎 也是全无内力 以此对付倒也用得上 承冠心想 对方是两个少女 不能粗鲁相待 因此教得着重于 这一路手法 伟小宝当日向海大 不学武功 由于有人监督 兼职既学既用 总算学到了一点 此后 陈济南传他武功图谱 只学了几次 便为难不学了 至于洪教主夫妇 所受的救命六招 也只马马虎虎的 学个大概 离神龙岛后 便不再练习 可是这一次练武 为的是要捉那绿山女郎 来做老婆 自己做不出她老公 便得上刀山下油锅 死后深入十八层地域 此事非同小可 学招时居然十分用心 一招一式和陈冠 拆解誓言 学着几天又懒了起来 忽然想到双儿 这小丫头武功不弱 大可对不得了 这两个姑娘 我只学叫双儿 在身边保驾便是 不用自己学武功了 这年又想 我自己拿本事 做出那绿山姑娘 想想她的面孔 这才够问 叫双儿点了她穴道 我再聚 香面孔 太也没肿 这绿衣姑娘 更加要瞧我不挤 而且 叫好双儿 做这种事 她纵然听话 心里一定难过 我也不能太对她不住了 就算两人的面孔 都想公平交易 他人也必都不喜欢 忽于强大精神 又学招式 这天陈冠说道 师叔 你用心学这种武功 其实 其实没有什么用处的 你这样拿在我身上 倘若我内力意图 你的手腕 你的手腕 就这个 就那个 我小宝笑道 我的手腕 就这个 那个咔嚓一响 断肢挨哉了 陈冠道 你老忘安 我是绝不会 对你始向内定的 失职万万不敢 不过 依失职之鉴 还是从头次 少林长拳学取 循习渐进 才是正途 魏小宝道 咱们练的招式 为什么不是正途 陈冠道 这些招式 没有内功根基 遇上了高手 不论变化 多么巧妙 总不免 一败涂地 只有对付 那两位女施主 才有用处 魏小宝笑道 那好极了 我就是要学来 对付这位女施主 陈冠向他 迷亡邓氏 大惑不解 说道 倘然今后 师叔 再不遇到 那两位女施主 这张功夫心血 岂不是白费了 又耽误了 正经练功的时日 魏小宝摇头道 我倘若遇不到 这位女施主 那是非死不可 练了正经功夫 又有什么用 陈冠说的是 那两位女施主 魏小宝说的 却是这位女施主 陈冠更加奇怪 问道 师叔 是不是中了 那女施主的毒 因此 非找到他来 去解药不可 否则的话 就会性命难保 魏小宝心道 我说的是男女风化 这老和尚 却夹缠到哪里去了 郑瑟道 正是 正是 我中了他的毒 这毒钻入五脏六腑 全身骨髓 非他本人不解 陈冠阿悠一声道 本寺成兆师弟 善于解毒 我去请他来 给师叔瞧瞧 魏小宝忍笑道 不用不用 我所中的是慢性毒 只有他本人才是解药 旁的人谁都不管用 承赵老和尚 更加没用 陈冠点头道 原来只有他本人才有解药 魏小宝说 只有他本人才是解药 陈冠误作 只有他本人才有解药 一字之差 一词大不相同 老和尚心下担忧 难难自语 哎 师叔中了这位女尸主的 独门奇毒 幸亏是慢性的 那女郎武功招事繁多 陈冠所拟的猜法 也是变化不少 有些更颇为艰难 魏小宝武功全无根底 一时又怎学得会 他每日里和陈冠过招誓言 往往将这个白须浩然的老僧 当作了是那红圆绿山的女郎 有时竟然言语轻调 出手温柔 好在成冠一概不懂 直到这位小师叔 妙悟佛法 残疾身战 自己蠢笨 难明惊异 这一日两人正在谈访中谈论二女的刀法 伯若唐的一名执事僧来到门外说道 方丈大师有请师叔祖和师伯 请到大殿序话 两人来到大雄宝殿 只见殿中有数十名外客 或坐或站 方丈会聪船师坐在下手相陪 上手坐着三人 第一人是身穿蒙古服色的贵人 二十来岁年纪 第二人是个中年喇嘛 身材干枯 矮瘦幽黑 第三人是个军官 穿戴总兵服色 约摸四十来岁 站在这三人身后的数十人 有的是五官 有的是喇嘛 并有十数人穿着平民服色 眼见各个行貌健害 身负武功 会从方丈见美小宝进殿 便站起身来说道 师弟 贵客降临本寺 这位是蒙古格尔丹王子殿下 这位是西藏大喇嘛 昌奇大法师 这位是云南平西王麾下总兵 马宝马大人 转身向三位道 这位是老纳的师弟 惠明禅师 众人见美小宝年纪又小 神情贼忒兮兮 师族是个福华小儿 居然是少林寺中与方丈并肩的禅师 军感压抑 盖尔丹王子忍不住笑了出来 说道 这位小高僧真是小得有趣 哈哈 古怪古怪 贵小宝何时道 阿弥陀佛 这位大王子真是大的滑稽 稀稀稀稀稀稀 盖尔丹怒道 我有什么滑稽稀稀 贵小宝道 小僧有什么有趣古怪 殿下便有什么滑稽稀稀了 难兄难弟 彼此彼此 停停 说着便在惠聪方丈的下手坐下 成冠站在他身后 众人听了伟小宝的说话 都觉高深莫测 心中暗暗成奇 惠聪方丈道 三位贵人降临韩寺 不知有何见交 仓奇喇叭道 我们三人在道中偶然相遇 言谈之下 都说少林寺是中原武学 泰山北斗 好生仰慕 我们三人都辟出边外 见闻彼漏 因此上一同前来 饱似瞻仰 得见高僧尊伴 不胜荣幸 他虽是西藏喇嘛 却说得好一口北京官话 清脆明亮 图属文雅 惠聪道 不敢当 蒙古西藏云南三地 素来佛法昌盛 三位九寿佛法光照 四是智慧明彻 还盼多加指点 昌奇喇嘛说的是武学 惠聪方丈说的却是佛法 少林寺虽以武功文明天下 但四中高僧 皆以勤修佛法为正途 向来以为武学只是 护持佛法的末节 格尔丹道 听说少林寺历代相传 共有七十二门绝技 威震天下少有匹敌 方丈大师 可否请贵司 众位高僧一一誓言 好让小王等一开眼见 汇聪道 好叫殿下得知江湖上传闻不足平信 第四僧侣勤修参禅以求正觉 虽然也有人闲来习练武功 也只是强身健体而已 区区小技不足挂齿 格尔丹道 方丈 你这可太也不光明磊落了 你试验一下这七十二项绝技 我们也不过是瞧瞧而已 又偷学不去的 何必小气 少林寺名气太大 上门来领教武功之人 千余年来 几乎每月皆有 有的是诚心求意 有的却是恶意寻衅 四中僧侣总是好言推辞 就算来者十分狂妄 四僧也必一礼相待 不予计较 只有来人当真动武伤人 四僧才迫不得已出手反击 总是叫来人逃不了好去 像格尔丹王子这种言语 会从方丈早已不知听了多少 当下微微一笑说道 三位若肯产明禅理 讲论佛法 老僧自当 召集僧众 功灵教义 至于武功什么的 本次相有似规 绝即不敢 妄自向外来的施主们 搬门弄斧 格尔丹双目一挺 大声道 如此说来 少林寺乃是浪得虚名 寺中的僧侣的武功 狗屁不如 以前不值 会从微笑道 人生在世 本是虚妄 本就狗屁不如 以前不值 武运皆空 色身已是空的 名声更是身外之物 殿下说 必似浪得虚名 那也说的是 格尔丹没料得 这老和尚 竟没半分火气 不仅一正 站起身来 哈哈大笑 指着韦小宝道 小和尚 你也是狗屁不如 以前不值之人吗 韦小宝 嘻嘻一笑 说道 大王子 当然是胜过 小和尚了 小和尚 确实狗屁不如 以前不值 大王子 确实 有如狗屁 值得 以前 这叫做 胜了一筹 站着的众人之中 当时有几人笑了出来 格尔丹大怒 忍不住便要 离座动武 随即心想 这小和尚 在少林寺中 倍分甚高 只怕 真有些古怪 也未可知 胡胡喘气 将满腔怒火 强行按捺 我叫宝道 殿下不必动怒 须知世上 最臭的 不是狗屁 而是人言 有些人 说出话来 臭气冲天 好比 好比 嘿嘿 那也不用多说了 至于一钱不值 还不是罪贱 罪贱的 乃是欠了人家 几千万 几百万两银子 比赖不还 殿下 也无亏欠 自己心里有数 戈尔丹张口恶然 亦是不知 如何对他 惠宗方丈说道 持地之言 禅机冤身 佩服佩服 世世因果报应 有因必有果 做了恶事 必有恶果 一钱不值 也不过 无善无恶 比之欠下 无数孽债 却又好得多了 禅宗高僧 无时无刻 不在探求禅里 韦小宝这几句话 本来只是 第一次 戈尔丹的 寻常言语 可是听在 惠宗方丈耳里 只觉其中 深藏疾风 陈冠听方丈 这么一解 郑时也明白了 不由得 欢喜赞叹 惠宁师叔 年少有德 妙物至理 老纳跟着他老人家 学了几个月 进来参禅 脑筋似乎已开通了不少 一个小和尚胡言乱语 两个老和尚随声附和 到世事和格尔丹 有意地过不去 格尔丹满脸通红 突然急纵而起 向母小宝扑来 宾主双方相对而坐 相隔两丈有余 可是他伸手绞节 一凸即致 双手成爪 一抓面门 一抓前胸 手爪未到一股进风 已将他全身照住 韦小宝便于抵挡 已毫无施展余地 只有束手待毙 惠宗方丈 旧手绣的轻轻浮出 挡在格尔丹之前 格尔丹一股猛进 和他一袖一撞 只觉胸口气血翻涌 便如撞在一堵棉花做面 钢铁为礼的后墙上一般 身不由主地急退三步 戴玉使劲站住 竟然立不住足 又退了三步 其实撞来之力 已然消失 可是煞事之间 自己全身力道 竟也无影无踪 大害之下 双膝一软 便即坐倒 心道 糟糕 这次要大大出丑 心念扑转 则觉屁股碰到硬板 竟已回坐入自己原来的椅子 惠宗方丈 袍袖这一扶植力 轻柔浑合 绝无半分霸气 于对方撞来的力道 轻刻间便估量的准确异常 刚好将他弹回原椅 力道用得稍重 格尔丹势必坐列木椅 向后摔定 地道用得稍轻 他未到椅子 便已坐倒 不免坐在地下 来人中武功高深的 眼见他这轻轻一扶之中 孕育了武学决意 有人紧不住 便喝出彩来 格尔丹没有当场出丑 心下稍微 暗吸一口气 内力浅升 并未给这老和尚化去 又是一席 随即想到 食材如此鲁莽 似乎没有出丑 其实已大大的出丑 等时满脸空空 听得身后有人喝彩 料想不是称赞自己 给人家这么一撞撞得好 更是恼怒 魏小宝惊魂未定 慧松转过头来 向他说道 师弟 你定力荡真高强 外逆横来 不见不理 大宝集经云 如人在荆棘林 不动即刺不伤 忘心不挤 横处即灭之乐 一会儿忘心才动 即被诸有刺伤 故经云 有心皆苦 无心即乐 师弟年纪轻轻 禅定修为 竟以达子实实无心 刻刻不动的 极高境界 实是素根深厚 大志大会 他哪里知道 魏小宝所以 非但没有还手招架 甚至连躲闪逃避之意 也未显出 只不过 格尔丹的夫妻 实在来得太快 所谓迅雷不及掩耳 并非不想掩耳 而是不及掩耳 惠宗方丈 以明心见性 为正宗功夫 平时滋滋物物 所专注者 竟在如何修到 无我的境界 是以一见尾小宝 竟然不理会自己的 生死安危 便不由得佩服至极 至于自己 以错纳功 衣袖衣服之力 将格尔丹振开 反觉秒不足道 成冠更加佩服的 无体投地 赞道 金刚经有云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惠宁师叔 竟已修到了这境界 他日自闭得正 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 格尔丹本已怒不可遏 听着两个老和尚 又来大赞的小和尚 当气大叫 哈里斯巴尔 尼玛洪 加努比丁尔 他身后武士 突然双手激扬 黄光连闪 九枚金镖 分鸡 会葱 成冠 韦小宝三人胸口 双方相聚促进 韦小宝等 又不懂格尔丹 喝令发飙的蒙古语 退不及防之际 九标 事尽力疾 已然提胸 惠宗和成冠同时叫道 阿呦 惠宗仍用破纳弓 刨袖一眼 已将三标卷起 成冠 双掌一合 是一招 敬礼三宝 将三枚金镖 都合在掌中 射向韦小宝的三标 扑的一声响 却都已打在他胸口 这九标突发奇致 会葱和成冠 但要救援 已然不及 都大吃一惊 却听得 当当当当起声响 三枚金镖落在地下 韦小宝身穿护身宝衣 金镖伤他不得 这一来 大殿上众人 无不耸动 眼见这小和尚 年纪又小 居然已练成少林派 内功最高境界的 金刚护体神功 为时不可思议 君想 难怪这小和尚 能身居少林派 惠子辈 与少林寺住持 成名已垂数十年的 惠宗方丈并肩 其实惠宗和成冠 戒标的手段 也都高明至极 若非内外功 巨真化尽 绝难办到 只是伟小宝所显的本事 太过神妙 人人对这两位老僧 便不加注意了 众人群相敬佩之际 倡其喇嘛笑道 小高僧的金刚护体神功 练到了这种地步 也可说大为不易 只不过 这神功似乎尚有欠缺 还不能震开暗器 一致僧袍上给戳出了三个小洞 故老相传 这金刚护体神功 练到登峰造极之时 周身有一层无形钢器 敌人携带的冰刃暗器 尚未极深 已给震开 可是那也只是武林中传说而已 也不知是否真有欺人能够练成 昌其喇嘛如此说法 众人都知不过是鸡蛋里找骨头 硬要贬低 比手身价 魏小宝给三只金镖打得胸口剧痛 其中一枚撞在伤口之侧 更是痛入骨髓 一口气转不过来 哪里说得出话 只好勉强一笑 众人都道他修为极高 不屑于齐昌这等 无理取闹的言语争辩 好几个人心中都说 你说他这门神功还没练到家 那么我设你三标试试 只怕你胸口要开三个大洞 却不是衣服上戳破三个小洞了 只是众人同路而来 不便出言击嘲 格尔丹剑尾骄宝如此厉害 满腔怒火 邓石化为乌有 心想少林派武功果然大有门道 长崎又道 少林寺的武功我们已见识到了 自然不是浪得虚名狗屁不如 只不过听说贵寺窝藏妇女 与这清规戒律 却未免有亏 贵寺脸色一沉说道 大喇嘛此言差矣 彼此素不接待女施主近似礼佛 窝藏妇女之事从何说起 长期笑道 可是江湖上沸沸扬扬 却是重口一词 惠冲方丈 微微一笑说道 江湖流言 何必多加理会 终须像惠名师弟一般 与外界横你之来 全伯动心 这才是武庙里正正觉的功夫 康奇喇嘛道 听说这位小高僧的禅房之中 便藏有一位绝色美女 而且是他强力绑架而来 难道惠名禅师 对这位美女也是全不动心吗 伟家宝这时已缓过气来 大吃一惊 他们怎么知道了 最近明白 是了 那穿蓝身的姑娘逃了出去 自然是去跟他们师长说了 看来这些人是他搬来的救兵 今日搭救我老婆来了 他说我房中有个美女 那么我老婆逃了出去 还没跟他们遇上 当即微微一笑说道 我房中有没有美女 一看便知 各位有幸 不妨便去瞧瞧 高尔丹大声道 好 我们便去搜查个水落石出 说着站起身来 左手一挥 喝道 搜凤 他手下的从人便一向殿后走去 惠聪说道 殿下要搜查本寺 不知是奉了谁的命令 高尔丹说道 说本人下令就行了 何必再奉别人命令 汇聪说道 这话不对了 殿下是蒙古王子 若在蒙古自个下令任意示威 少林寺不在蒙古境内 却不由殿下管辖 高尔丹指的马总兵道 那么他是朝军令官 由他下令搜寺 这总成了 他眼见少林僧 武功高强 人数众多 倘若动武 几方数十人 可不是对手 又道 你们违抗朝廷命令 那便是造反 汇聪道 违抗朝廷的命令 少林寺是不敢的 不过这一位是 云南平溪王会下的武官 平溪王权力再大 也管不到河南省来 惠聪为人本来精明 只是一谈到禅礼 就不由得将事事 全然置之度外 除此之外 却是畅小事物 与承冠的一窍不通 全然不同 长喜喇嘛笑道 这位小高僧都答应了 方丈大师 却又何必借此阻拦 难道这位美女 不是在惠明禅师房中 却是在 是在 嘿嘿 在房丈大师的禅房中吗 汇聪道 阿弥陀佛 罪过罪过 大师何处此言 格尔丹身后 忽有一人嬌声说道 陛下 我妹子 明明是给 这小和尚捉去的 快叫他们交出人来 否则我们绝不能罢休 一把火将少林寺烧了 这几句话全是女子声音 但说话这人却是个男人 脸色焦黄 满腮浓染 尾小宝一听 即使此人便是那 蓝山女郎所乔装改扮 不过脸上涂了黄蜡 沾了假须 不禁大喜 这几日我正在发愁 老婆的门派不知道 姓名不知道 她背负私逃 却上哪里找去 现今知道 他们跟着蒙古王子 是一伙 很好很好 那便走不脱了 慧聪也认了出来 说道 原来这位便是那日 来到避司伤人的姑娘 另有一位姑娘 却曾在避司疗伤 不是随着姑娘 一起取语了吗 那女郎怒道 后来我师妹 又给这小和尚 捉进你庙里来了 这个老和尚便是帮手 是他将我师妹打倒的 说着指着成冠 我小宝大惊心道 哎呦不好 成冠老和尚不会撒谎 这件事可要穿了 那便如何是好 一时彷徨无际 那女郎手指成冠大声道 老和尚 你说 你说 有没这回事 成冠何时道 令师妹 女师主 到了何处 还请赐照 我师叔中了 他所下的剧毒 只有他本人 才有解药 女师主 大慈大悲 请你赶快 去求求令师妹 赐予解药 虽然慧名师叔 智慧深战 堪破生死 对这事满不在乎 所谓生死 即涅槃 涅槃即生死 不过 哎 他跌三倒四的 说了一大串 旁人虽然不能计晓 但也都知道 那女郎不在死中 而且尾小宝被他下了毒 正要找他 拿解药解毒 否则性命难保 众人见他 行貌质朴 这番话说的极是诚恳 谁都相信不是假话 又想 就算死中 当真窝藏妇女 而住时 又让人搜查 少林寺 百房天舍 一时三刻 却哪里搜得出来 当真要搜 多半突然自讨没去 那女郎却奸声道 我师妹 明明是给你们 如今四去的 只怕一给你们害死了 你们这些恶和尚伤天害理 毁尸灭迹 自然说不到了 说到后来又气又急 声音中一带乌烟 盖尔丹点头道 此话甚至 这个 这个小和尚 不是好人 那女郎 指的伟小宝骂道 你的坏人 那天 那天在妓院里 和那许多坏羽人鬼混 又见到我师妹 生的美貌 心里便转歹主意 一定是我师妹不肯 不肯宠你 你就将他杀了 你妓院都去 还有什么坏事 做不出来 慧聪一听 微微一笑 心想 哪有此事 陈冠更不知 妓院是什么东西 还倒是 类似少林寺 戒律院 达摩院 菩提院的所在 心道 小师叔 勇猛精进 勤行善法 这是六波罗蜜中的 精进波罗蜜 在妓院中修行 那也很好 魏小宝心中 却是大吉 生怕他一五一十 将自己的胡闹 都抖了出来 忽然 马总并身后 走出一人抱群说道 姑娘 小人知道 这位小禅师 戒律惊严 绝无涉足 妓院之事 只怕是传闻所污 魏小宝一见之下 当时大喜 原来此人便是 在北京会过面的 杨义之 他当日 卫护无英雄 前往北京 想来 无英雄已回云南 这一趟 随着马总兵 来到河南 他一直低下了头 站在旁人身后 事已 没认他出来 那女郎怒道 你又怎知道 难道 你认得他吗 杨义之神态恭敬 说道 小人认得 这位小禅师 我们世子 也认得他 这位小禅师 与我王府 有极大恩惠 他出嫁之前 本是皇宫中的 一位公公 因此 去剧院什么的 又是什么 强逼令师妹 绝非事实 请姑娘明鉴 众人一听 都窝的一声 君想 如果他本是太监 自然不会去嫖妓 更不会强想女子 藏入寺中 那女郎见了众人神色 知道大家 以不信自己的话 更是恼怒 坚声道 你怎么知道 他是太监 他如是太监 怎会说 要娶 娶我师妹 做老婆 不但小和尚 风言风语 这老和尚 也是牛嘴滑舌 爱讨人便宜 说着 手指成冠 众人见成冠 年雨八旬 一副呆头呆脑的模样 时才听他说话 结结巴巴 词不达意 普天下 要找一个 比他更不有嘴滑舌之人 只怕失奔为难 这一来 对那女郎的话 更加不幸了 都觉今日贸然 听了他意想天开的 一面之词 来到少林寺出丑 颇为后悔 良一之道 姑娘 你不知 这位小禅师 出家之前 大大有名 乃是手术 大奸臣敖拜的 贵公公 我们王爷 受奸人诬陷 险遭不白之焉 权杖这位小禅师 在皇上面前 一力分辨 大恩大德 至今未报 众人都曾听过 杀敖拜的 小贵子之名 指她是康熙所宠幸的 一个小太监 不由得 嗡了一声 脸上显露 惊佩之色 魏学宝笑道 杨兄 多时不见 你们世子好 从前的一些小事 你老是挂在嘴上 干什么 杨一之 跟随马总兵 上少石山来 除了平西王手下 助人之外 格尔丹和昌提喇 那伙人 都不是他姓什么 听着尾小宝 称他为杨兄 两人自是 素食无疑 只听杨一之道 禅师慈悲为怀 与人为善 说到小事一见 我们王爷 却是感激无疑 虽然皇上圣明 是非黑白 最终终能辨明 可是若非禅师 及早再为严明真相 这中间的波折 可也难说得很了 吴小宝笑道 好说好说 你们王爷 太也客气了 心下去想 我恨不得 扳倒了你们 这个汉奸王爷 只是皇上圣明 自己插之了真相 我这个顺水人情 就是想不做 也不可得 总算当日 结下了善缘 今天居然是这个人 来给我解围 格尔丹上上下下的 向他打量 说道 原来你就是 杀死敖拜的小太监 我在蒙古 也曾听到过你的名头 敖拜号称 满洲第一勇士 那么你的武功 并不是在少林寺中学的了 魏小宝笑道 我的武功差点之极 说来不值一笑 教过我武功的人 倒是不少 这位杨大哥 就曾教过我一招 横扫千军 一招高山流水 说着站起身来 跟这两招随手比划 他没使半分内静 旁人瞧不出高下 但招式确实 穆家全无疑 杨一知道 权掌禅师 将这两招 演给皇上看了 才辩明我们王爷 为仇家诬陷的冤屈 那女郎脸色 已不如先前气恼 道 杨大哥 这小 这人当真本来是太监 当真于平吉王府有恩 杨一知道 正是 此事北京知道的人甚多 那女郎 威以沉吟 问魏小宝道 那么你跟我们姐妹 这样 这样开玩笑 是不是 另有用意 魏小宝道 玩笑是没有开 用意 当然是有的 心道 我的用意 是要娶你妹子 做老婆 不过 这里人多 说不出口 那女郎道 什么用意 魏小宝 微微一笑 并不答复 众人君想 他既别有用意 当然不便当众揭露 昌奇站起身来 何时说道 方丈大师 慧明禅师 我们来的鲁莽 得罪莫怪 这就告辞了 慧聪 何时还礼 说道 家客远来 请用了素斋去 不过这位女施主 他想 你乔装男人 混进四来 不加追究 也就是了 再请你吃斋 未免不合似规 长期笑道 多谢多谢 免得方丈师兄为难 这餐斋饭 大家都不吃了吧 当下众人 告辞出来 方丈和韦小宝 陈冠等 送到山门口 呼听的马蹄声响 十余计 急迟而来 吃到近处 见马上乘客 穿的都是 御前侍卫服色 共是16人 没到四前 16人便都翻身下马 列队走进 当先二人 正是张康年 和赵七贤 张康年一见 韦小宝 大声说道 都 大人 你老人家好 他本想叫都统大人 但见他穿着僧袍 这一句称呼 只好含糊过去 当下16人 骑向他 拜了下去 韦小宝大喜说道 各位请袭 不必多礼 我天天在等你们 戈尔丹等 见这16人 都是品级不低的 御前侍卫 对韦小宝 却如此恭敬 心想 这小和尚 果然有些来历 清智总兵 是正二品官 一等侍卫 是正三品 二等侍卫 正四品 张康年等官阶 虽叫总兵为敌 但他们是皇帝侍卫 对外审武官 并不敲在眼里 只对马总兵 为一点头招呼 便向韦小宝 大献殷勤 戈尔丹 见这些御前侍卫 着力奉承韦 韦小宝 对旁人 视若无睹 心中有气 哼了一声道 走吧 我可看不惯 这等样子 一行人 向汇冲方丈一拱手 下山而去 韦小宝 邀仲侍卫入寺 张康年和他并肩而行 逼声道 皇上有秘职 韦小宝点了点头 道德大雄宝殿 张康年举出圣子宣读 却只是几句官样文章 皇帝赐了五千两银子 给少林寺 修建僧舍 重修佛像金身 又策封韦小宝为 辅国奉圣禅师 惠丰和韦小宝 叩头败谢 张康年到 皇上吩咐 要辅国奉圣禅师 刻日启程 前往五台山 这是早在韦小宝意料之中 功身应道 奴才遵旨 奉过茶后 韦小宝邀过张康年 道基贤二人到自己谈访中续话 张康年从怀中取出一道密纸 双手奉上 说道 皇上另有旨意 韦小宝跪下磕头 双手接过 见识火急蜜蜂了的 徐四 不知皇上有什么吩咐 圣子上写的字 他认得我 我不认得他 既是密纸 可不能让张兆他们得知 还是去请教方丈师兄为事 他绝不能泄露了机密 于是拿了密纸 来到会通的船房 说道 方丈师兄 皇上有一道密纸给我 要请你指点 拆开密纸封套 见里面折了一大张宣纸 摊着开来 画着四幅图画 第一幅画着五座山峰 五小宝认得便是五台山 在南台顶之北画着一座庙宇 写着清凉寺三字 他曾在清凉寺多日 这三个字倒有点面熟 写在别处 他是绝技不实的 写在庙上便甚至遇上熟人了 第二幅是一个小和尚 走进一座庙宇 庙额上写的也是清凉寺三字 小和尚身后跟着一群僧侣 众僧头顶上写着少林寺和尚五字 前面三字 伟小宝倒也识得 和尚两字虽然不识 却也猜得到 第三幅画的是大雄宝殿 一个小和尚居中而坐 嬉戏笑脸 面目婉然便是伟小宝 但身披大红袈裟穿了方丈法衣 身旁有许多僧人四里 伟小宝瞧着画中的小和尚和自己实在相像 越看越觉有趣 不觉笑了出来 第四幅画中 这小和尚跪在地下 伺奉一个中年僧人 这僧人相貌轻取 正是出家后把名行吃的顺治皇帝 除了这四幅画外 密集中更无其他文字 原来康熙雅善丹青 知道伟小宝识字有限 便画图下指 这四幅图画说得再也明白不过 谁要他到清凉寺去做住持 侍奉老皇帝 伟小宝先觉有趣 随即喜悦之情烧减 暗暗叫苦 做做小和尚也还罢了 又要去做老和尚 那可糟糕之至了 慧聪微笑道 恭喜师弟 皇上派你去住持清凉寺 清凉寺乃庄严古差 建于北魏校文帝时 比少林寺有早 师弟出主大寺 必可鸿鲜佛法普渡众生 昌大我教 伟小宝摇头苦笑说道 这住持我是做不来的 一定搞得笑话百出 一塌糊涂 汇聪道 圣旨中 化名要师弟带领一群本次僧侣 随同前往 师弟可自行挑选 大家既是你相熟的晚辈 自当尽心辅佐 绝无疏语 师弟大可放心 为小宝呆了半晌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小皇帝私利周详 当时派自己来少林寺出家 早就安排嫁了今日之事 让自己在少林寺 住了半年有余 得与群僧相熟 以便挑选和异僧侣 同赴清凉寺 老皇帝既已出家 绝不愿由四类官兵保卫 说不定竟然来个不别而行 从此再也找不到他 少林寺武功卓绝 由自己率领了保护皇帝 比之世卫官兵是稳妥得多了 何况此事乃天大机密 皇帝倘若派险世卫官兵 去保卫五台山的一个和尚 必定沸沸扬扬 传得举世皆知 众世卫中也必有识的老皇帝 由一个少林寺入主清凉寺 却十分寻常 以前清凉寺的驻石成光 本就是少林寺的十八罗汉之一 又想 倘若小皇帝起初 就命我去清凉寺出家 仍然太过引人注目 到少林寺来转着一转 就不会有人疑心了 想到此处对康熙的布置 为由得大势轻浮 当下回去禅房 取出六千两银票 令张康年等分赏给众侍卫 张赵二人没想到 为小宝做了和尚 还是这种慷慨喜出望外 赞道 自古以来 大和尚赏银子给皇帝侍卫的 只有你为大人一位 当真是空前绝后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为小宝笑道 前无古僧 后无来僧 张康年低声道 为大人 皇帝派你办什么大事 我们不敢多问 你有什么差遣 尽管吩咐好了 给你办事 就是给皇上办事 大伙一样的奋勇争先 赵西贤道 倘若为大人要办什么事 一时不得其变 我们或许可以烧尽威力 比方 比方说 为大人如果要取少林寺中的武功秘本 我们就来放火烧四 一场大乱 为大人就可趁机下手 张康年痴痴而笑 挑声道 是啊 这叫做趁火打劫 混水摸鱼 为宣保一证 随即明白 是的 他们一定在猜想皇上派我来少林寺做和尚 到底有什么用意 这次交来的秘职中又说了些什么 他们知道皇上好武 派我来少林寺出家 自然是盗取武功秘本了 笑了一笑也低声道 这样可以放心 这个我已经得手了 张康二人大喜 一起功臣请安 道 皇上洪福齐天 为大人精灵干练 恭喜你立此大功 道奇贤道 要不要让我们给你带出去 庙里和尚若有疑心 为大人敬个解衣给他们搜查 魏小宝笑道 那倒不用 你们去回走皇上 就说奴才魏小宝谨遵圣旨 已将图画牢牢记住 用心办事 请皇上放心 两人应道 是 赵奇贤想了片刻 已明白其中道理 道 原来这些武功秘诀都是图谱 为大人看书后已牢牢记住 张康年也记醒悟 赞道 那时更加好了 倘若将秘本 道了出去 庙里和尚自然会知道 终究 终究不如 哪个最好 看过后记住 却是神不知 鬼不觉 那也权杖为大人 天生的绝顶聪明 像我这等蠢才 就说什么记不住 魏小宝谨二人又误会 他所说的图画是少林寺武功普普 爱好笑 说道 张兄不必太谦 在寺里慢慢的看 一天两天不成 几个月下来 终于记住了 两人齐声称事 心想 你在寺中半年有余 少林派武之的图谱 一定记了不少 两人告诉出去 魏小宝想急事 问道 刚才在山门外遇见一批人 你们可知是什么来历 张召二人道 不知 魏小宝道 你们快去查查 这群人来到少林寺鬼鬼祟祟 看样子也是想偷盗寺里的武功立本 尤其是那个总兵 不知是谁的部下 他身为朝廷命官 竟胆敢想坏皇上的大事 尾师大逆不道 存心造反 你们查到是何人主使 倒是一件大大的功劳 二人喜道 这个容易 他们下山不久 一定追得上 那总兵有名有姓 你查便知 魏小宝明知那马总兵 是吴三位部下 却故意诬陷 假作不知他来历 让一众御前侍卫查之 禀告皇上邀功 远胜于自己去诬告 我小宝又道 跟这伙人在一起的 有个女扮男装的少女 他们正在找寻另一个 约摸十六七岁的美貌姑娘 这两个女子 跟这件逆谋大事牵涉极多 你们去设法详细查明 两个女子叫什么名字 什么出身来历 查明之后送封信来 这三话自然是假公济私了 他拆皇帝的御前侍卫 去追查自己的心上人 他们贪图赏金 定然落力败事 御前侍卫要查什么案子 普签下官府都奉命差遣 如此雷厉风行的追查 岂有找不到线索之理 张照二人拍胸担保 定当查个水落石出 以报为大人提拔之恩 执予之恩 眷顾之情 重赏之惠 第二十三回完